大家好 升旗以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0月14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一 中共 這個爛尾的牛市 可以說是 十分之快 由他9月24日開始 當時操作炒賞 結果 用了10個交易日 大陸就由牛市變為紅市 大家想想 不夠 一個完整的週期 基本上 其實牛市的收益也很離譜 你看香港 你看大陸 那些叫做世價股和雀聯飛炒賞 好像牛市三期 即是說一開始牛市就進入第三期 然後 在十日之內就由牛市變成紅市 這個真的很誇張 很多股民 經歷了由懷疑 猶疑 到興奮 到瘋狂 到失望 其實不單止 現在 開始有人絕望了 因為中共 基本上現在只是出口術 只是告訴他們有料到 我們有政策 你們不用怕 但是實際上的操作就不是那回事 好了 股市由牛鑽紅的導火線 當然是 國慶之後發改委的新聞發布會 兩人 基本上 亂說無遺 亦使得市場 徹底失去信心 然後在大跌之後 國申辦要加碼 即時告訴大家 星期六 由財政部 告訴大家 還有救市方案 誰知道 救市方案一出來 實際上也是沒有救到的 也是說的 而且 這個記者會 財政部的藍伐安 很清楚告訴大家 中共現在有多嚴重 現在主要就是地方債問題 會拖垮這個國家的經濟 如果我們不夠 就很嚴重 不過我們有辦法的 你想想 這類牛市 反映了中國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中國政府沒有信用 說過的話 他們自己不一定是做的 而且很多時候 喜歡用一些暗示的方式 而且 真正做到的時候 為什麼做不到呢 你想想 中國現在的財政能力 有沒有能力去救整個股市呢 是沒有的 因為中國的股市 不是一個 周期性的經濟循環的問題 是整個結構來的 大部分公司 根本就不是一心去做生意 是我們找笨的 每個都是目的 就是把 公司搞上市 跟著在市場上 然後在市場上就把它炒作 放消息出來 就說得很好的前景 吸引你買 你買完之後就跌價 跟一些老千股 派貨是手法一模一樣的 而且 你也沒有辦法 你也沒有他付 大部分的股份都是這樣做 所以有人說 中國股市根本就是一個 詐騙園區 你不是一個簡單的騙局那麼簡單 你就是一個詐騙園區 完全沒有任何道德底線 中國政府的信用最大話是什麼呢 他已經10天 清楚向市場告訴大家 我們是 不講信用的 所謂救市 實際上 就是口號多於現實 對於政治方面 他們說就說得輕鬆 實際上做下去 就是流料 現在中國 很多人用龐氏騙局來 形容他 龐氏騙局也要給人賺一筆錢 最初那筆錢也要給人賺 現在他連龐氏騙局也不做 直接進入詐騙園區 KK園區 一進來就抓住你 然後就來詐騙 要你搞贖金 沒有贖金就說協責器官 然後就把你賣給下家 其實 你看到他們 這樣的做法是很嚴重的 現在 中央似乎 親自落場 因為說的 補就業 教育 補民生 補地方財政 那些全部都是廢話 那些不說了 規模多少呢 之前說過的 全部都沒有甚麼了道 我們現在 看看現在的政治經濟形勢 中央 親自落場 其實有沒有辦法推進 那些東西 其實推進不了 他們用槓桿 把民間的資金撬動 和希望將民間的資金引入股市 實際上 是沒有辦法 財政部親自落場 發掘位無聊到 財政部親自落場 說大家 不用怕 我們有辦法救的 你們不用擔心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政治任務 根本他完全不關心經濟 他們只是說了 中央下了一個命令 政治任務 今年要有5% 什麼什麼都好 其實 最重要的是 你們 怎麼說共產黨再說的話 人家沒有人相信你們 之前 中央就說明 那些地方債 那麼糟糕 我們受不了了 我們不會幫你們 現在 中央就出來放聲氣 我們要整個地方債吞掉 你們不用怕 我們會搞定的 用什麼方法 就是他獨有的化債方式 如果中央不去吞這些債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房地產怎麼夠呢 你吞了地方債也好 沒有了債 地方政府 可以繼續運作 問題是怎麼去重拾 讓人家重拾信心去買樓呢 是不是 現在買樓呢 最重要的是你對將來有希望才會買樓的嘛 有下一代才會買樓的嘛 大家都沒有希望 大家都沒有下一代 買什麼樓呢 是不是 現在 中共 其實可以說 想透支未來 譬如說發行 即是那些超長期債券 30年50年 就是 透支未來50年的錢用來救現在的市 是不是 可不可以呢 不是說不行的 力度要很大 可能會去到50萬億 但是 如果去到那麼大銀碼那麼大數量 消息一出來 就會 拖垮人民幣匯率 這個就是他們最擔心的 因為說到底 人民幣一倒閉 他們自己覺得 我們 我們也控制不了 當貨幣倒閉 要繼續超發 要繼續超發 要繼續倒閉 有沒有辦法 做好它呢 沒有的 信心 說到尾就是信心問題 共產黨過往 說一套做一套 他口說要尊重民營經濟 實際上 民營經濟被人打到一批一批 個個都當他們是仇人的去動 然後 民營經濟 很多地方官 殺他們 殺到不得了 敲詐勒索 不是那麼容易生存 尤其是那些做生意的 不是那麼容易生存 你們又說要 扶持他們 結果令到更加多人找不到 這些民營經濟 他們是支撐住很多 請人 當然外面當然不好 老闆找不到吃 老闆找不到吃 倒閉 工人自然沒有飯開 人浮於時 老闆也沒有工作 又沒有資本 就要出來打工 更加找不到工作 現在 那麼多人做網約車司機 那麼多人送外賣 那麼多人 送速遞 做快遞 有些人做司機 你覺得真的那麼好做嗎 很難做的 太多人競爭了 我們說回 外國投資者 信心 最重要是有沒有辦法使得外國投資者重拾信心 他們才會再回來 路透社報導 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現在失去了增長的動力 房地產市場下滑 同時 他們很努力地克服通縮壓力 亦想去提振消費者信心 而中國財政部 的措施 想著投資者 可以敦促政府採取的措施 結果投資者 更加很焦急地 期待更加清晰的路線 沒有 財政部沒有了道 因為中國要等到立法機關 下次開會 即是人大 批准額外發債 而這個日期 實際上一定會公佈的 他們說得出來 接下來一定會公佈的 不過日子就不知道什麼時候 英國金融時報 也是星期五發出預測 最有可能 就是財政部在星期六的新聞發佈會上公佈 沒有這個細節 但是結果答案是沒有的 沒有公佈的 文章就說 大家 可能會低估了 習近平 對於那種經濟刺激的 那種意願 又或者他現在不想過度刺激實體經濟 因為不想製造股市泡沫 主要目的就是要 防止通貨緊縮 究竟他能否做得到呢 其實大家也是鼓鼓一下 現在 我們看到外國人 對於中國政府的 每一件舉措 他們都是採取很保守的態度 因為 你騙人太久了 每一次你騙人 人家當然是不相信你的 人家要看你做過的事 再進行分析 再進行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再信你 這段時間 我覺得可能 大陸要花幾年時間 才有機會令到外國人重新信你 這幾年時間 其實大陸也很糟糕 首先 經濟那麼差 怎麼可以貪穩呢 很難 主要 大陸 不要說外國人對你沒有信心 連中國本地人也對你沒有信心 這個才是致命的嘛 是不是 因為政府 沒有了信用 什麼都說不定 你要人家消費 人家信得過你才行 我為甚麼要花錢 錢花了 我將來有甚麼事 誰幫我 沒有人幫我 明知道政府不會幫他 好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了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好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當點欣賞廣告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